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满面春风荣光焕发 经过八年官司缠送 终于确定继承父亲张荣发的遗产 140亿元 没有成员得雪 之前很多的讲法 什么礼貌换带子 然后做假 现在就是确定说 没错是总裁自己的意思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 列下遗嘱清除写到 由张国伟单独继承财产 而这140亿是否会投入新宇航空 张国伟表示目前没有计划 拿到再说吧 要拿得到啊 对不对 不过这140亿 恐怕不能完全进到张国伟口袋 律师指出张荣发大房的 三个儿子加一个孙女 以及二房也就是张国伟的妈妈 都还有特留份 总共有六位继承员 每人可以从140亿元当中 拿到十二分之一 特留份的计算 主要是将所有的遗产 换算成价额和比例 来向张国伟先生请求 至于张国伟先生继承张荣发的遗产 也只是继承张荣发 持有长荣集团的股权 并不代表可以直接取得 长荣集团的信任权 2016年遗嘱公开之后 张国伟获速被逐出长荣集团 随即自行筹资 创办新宇航空 引发酸民质疑是靠霸足 你还不是靠你老爸的遗产 我跟各位讲没有错 我一点也不觉得 这个有什么不对 霸气警惧回呛酸民 如今又证实遗嘱的真实性 只不过要想拿到140亿 张国伟恐怕还得面对 一连串挑战 记者与盛行刘志展曹文宁 台北桃园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